好的,我们接着看这个房车 这个应该我刚才搜了一下 这个应该属于BG房车了 这个其实也挺大的 因为北美的P卡就特别大 然后它上面拖的这个东西也挺大的 我们等会看看它这个内部的布局 它这个房车旁边都有一个内部的装饰平面图 可以看看空间还是挺足的 有沙发,有这个餐厅,有床 平面上写的也非常详细 这个地方有个储物仓 储物仓里面可以放七八个行李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烧饭 也有接水的地方 箱好像也是在这一块 然后在这你看可以有拉伸的地方 可以储存一些东西 就是给我感觉也挺大挺高的 等会进去看看吧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干什么呀 这是一个电视 挺会享受生活的 这个外边还放一电视 这个地方进来之后就一个餐厅做饭的地方 这边往前走 这边看一看 往前走 你看这儿还有个上下床 有个上下铺 右手边 然后往这边有个主卧 主卧挺宽敞 上面还有柜子 旁边有个通风口 有个那个窗子 这儿是一个洗漱的地方 洗漱间 马桶 虽然这个没有刚才看那个A级那个房车和大型脱化式房车那么大 但是这个也不小了 也是非常宽敞 你看这个地方有个上下床 刚才那个地方还有个上下床 这个房车的话 其实居住的空间是挺足的 居住的空间挺足的 你看这个地方挺大 上面说了 它这个大概的一个价格 包含车的价格 感觉挺贵的 你看小冰箱一个 上下 还不错 这个真还可以 就是好像价格有点高 再去外面转转 这边这个是一个超大型的这个脱化式B级房车 我感觉你看它把这个发动机舱也打开了 好大好大 相当于一个那个大型的F 这个福特的F350 上面又后面挂了一个 就一体式的这种脱化式房车 你看它这边也有一个平面图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做饭的 可以做一些烧烤 也可以做一些燃气啊 那些炒菜什么的 这个地方还可以 往前走进去转转 进去转转 哎呀孩子们都很喜欢逛 他们之前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家这个老二 之前说没转过 觉得这种房车特别有意思 跟着转 这种房车就看起来特别舒服 你要真仰起来的话可能就比较累了 找地方放这么大 不容易 这个地方有个上铺 上铺睡在上面有时候还是挺舒服的 孩子们睡在上面还能看电视 你看这边有个餐桌 餐桌一家四口在这吃个饭还是挺舒服 挺惬意的 再往前这个地方有一个做饭和这个 解水的地方 上面有一些微波炉啊烤箱啊什么都有 这个地方还有个上鸭铺 我发现他们这边这个脱化式的这种一体式的脱化式的这种房车 它这个床很多啊 这个地方我估计有三四张床 睡起来是相当舒服 你看里面卧室里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张床 你这边有一个洗漱间干湿分离的 挺方便 一家四口居住的话不会感觉到拥挤 这里面的装修 就是感觉比我视频上看上去要好看一点 因为深的地方会比较深 它这些颜色搭配起来还可以 整体比较稳重 不错不错不错 空间还可以啊 你看这个 这个是可以 你看可以平时可以关上这个烧菜的地方 平时可以关上上面有个玻璃罩 你看这里面空间非常宽敞 电视 橱柜 一应俱全 挺舒服的 感觉这个老外在房车这方面 就是挺会享受生活的 这中我们国家的这个房车好像 就没有没有这么多种类 也做的没有这么宽敞 是不是我感觉国内可能房车文化 没有这个北美的时间长 所以能够接受的人也比较少 而且国内住宿很便宜 这点很特别 就是就是你看在北美他们这些住宿啊 是非常贵的 但是呢在中国你可能在这个在普通的地方 注意晚上也可能一两百块钱就解决了 他们这不行 他们这你注意一下一两百刀 你看这边是一个雪佛兰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皮卡上面加了一个房车 看上去还行啊 挺大的 尤其它这上面还有个制阳棚 制阳棚下面做个烧口 放个投影仪 14万加币 14万9 14万9加这辆车 相当于15万加币乘以75万人民币啊 也挺贵的 这里面这个沙发的皮质倒真是不错 深棕色的 挺显挺显档次的 孩子们是真愿意逛啊 我我这个房车 这个看完之后兴趣都不是很大 孩子们是真愿意逛 逛着觉得舒服 觉得好玩 我儿子都跑到前面去去去去那个 司机那个位置上去坐着 挺舒服 你看上面还有一个可以睡人的地方 可以说我觉得像这种房车的话 一家四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非常非常宽敞 你看这边有做饭的地方 洗刷的地方 那个洗菜的地方 还可以 我就是不太明白啊 不太清楚这种房车 容不容易坏 北美这边应该是他们这种文化时间久了 这种房车还有它的露营基地 我听说都是非常健全的 所以说他们好多人到露营基地去转一天 去住一天 可能就是只花一天二三十刀 就能解决一天的这个住宿问题了 我们国内露营地也不少 但是肯定没有北美这边多 他们这边用的太多了 因为国内它主要是很多人都选择住宾馆 你想想一个房车七十多万人民币 国内可能很多人他就不会去买这种东西了 他可能就选择去宾馆住 宾馆又便宜 中国国内的宾馆太便宜了 这边应该是可以接热水管和冷水管 上面还可以爬上去 爬上去做一些维修啊或者什么的 应该是这种 旁边这个就像你有点像国内的一个伊维克 这个就相对的简单一些小一些 不过这种一家三口足够了 可以充电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电的 是不是电的 这个房车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就看起来里面有点像商务啊 感觉这个空间利用 空间利用上不是很好 这个前面有点像商务 后面的又不够大 其实我觉得这个商务座 就没必要就是那么宽敞 其实通了更好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能够看完我的这个视频啊 如果大家看完之后对房车感兴趣 或者觉得这些房车有哪些不好的地方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跟阿川探讨一下 阿川对房车还是挺有兴趣的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想中一辆试一试